今天要講代數的一個核心概念 就是群 我們要定義什麼叫做群 我們來看一下定義是這樣子 group 就是群 它是怎樣呢? 它是一個 pair G G是一個 set 然後一個 star 一個是運算 那它怎樣呢? 它是一個 set 的 G 然後 另外我們有一個叫做二元的運算 叫做 star 那我們希望的 G 當然是在 因為二元運算下面是封閉的 那它滿足下面這四個公升 那第一件事情呢 我要用 G0 來表示 那它既然是 binary operation 那我們在上次的影片也有介紹到 binary operation 就是要有封閉性 所以我們要有就是說 兩個元素 我們能給兩個元素 AB 落在 G 裡面 那我做完運算之後的 做完運算後的這個元素也要落在 G 喔 這是怎麼學家 這個是 是 binary operation的封閉性 那我把這個性質叫做 G0 那 G1 呢 是所謂的叫做結合性 我們希望我們的這個群 在這個二元運算下面是有結合性的 那什麼意思呢? 就是理論給三個元素 AB 落在 G 裡面呢? 我希望呢 你先作用完 AB 之後的東西 再跟 C 作用 實際上呢 是你先作用 BC 完之後的東西 然後再跟 A 作用 是一樣的 那這邊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這邊是有順序的 那我們是介紹第二個工程 叫做 Identity 是我們有一個 取一個元素叫做單位元素 那我們把這個單位元素叫做 E 那這個單位元素它滿足什麼性質呢? 就是我任何的元素 X 那你的作用如果是 E 是大 X 或者是你 X 是大 E 出來的東西呢 都一定要等於我的這個 X 也就是說這個 這個單位元素 從左邊作用 X 或者是從右邊作用 X 基本上都是沒有 對,我們的 X 是沒有產生任何效果的 這是我們的單位元素的公升 那 最後的公升是 Universe 就是 反元素的存在系統 就是 什麼意思呢? 就是 任給你一個 在 G 中的元素 X 那我一定能夠存在一個新的元素 叫做 X prime 那它就落在 G 裡面 那使得什麼呢? X star X prime 會等於是 X prime star X 那會等於1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 我們這樣子寫的時候 這代表就是說 我的這個 X prime 這個法案數 X prime 實際上是跟我的 X 有關的 OK 那我這個 1 我們這邊 這個 1 它實際上是 跟我的 X 都沒有關係的 OK 請各位注意一下 好 那 我們這邊就有一個例子 來告訴你 來驗證一下 這個 這幾個性質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 G 呢 定義成是 時數扣掉負一這個元素 時數扣掉負一 那這個預算是怎樣呢? A10大 B 是什麼? 是 A 上一個0 加 A 加0 這是我們的運算 那我們來 來驗證它四個群 那首先 我們要驗證的是 就是 我這個 10 大 確實是個 也就是它有封閉性 所以的話我要做什麼事呢? 我要 check 的就是說 我如果 A1 兩個元素 如果落在 G 裡面 那我要證明的是 A10大 B 也要落在 G OK 這是我們要證的 那我們怎麼證明呢? 我們基本上是要用反正法 所以我就假設說 如果存在兩個元素 AB 使得 A10大 B 落在 G 裡面 那 A10大 B 不落在 G 裡面 是代表什麼意思呢? 我們把 A10大 B 的定義寫下來 A10大 B 實在是 A 乘D 加 A 加 B 那不落在 G 呢? G 是時數扣掉負一 所以不落在 G 基本上加速可能負一了 OK 那我們這邊 就開始來做一下那個 運算 所以這邊我們把這個負一搬過來 你會發現的是 AB 加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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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等於 0 那我們把它給做 那個 運算分解 你可以發現到 這個事情實際上就是等於 A 加 1 加 0 B 加 1 然後所以這樣等於 0 那所以呢 這個不等於 0 唯一的條件 就是要麼是 A 加 1 等於 要麼就是 B 加 1 等於 也就是 A 等於負一 或者是 B 等於負一 那這代表什麼呢? A 不會落在 G 或者是 B 不會落在 G OK 因為我的 G 是 扣掉負一的齊合 所以是 這件事情分別代表這件事情 那所以呢 這就證明了我的 G 零 因為是 我已經告訴你說 如果這個是錯的 那前面也有一個是錯的 這基本上就是 用反正法來證明你的 G 零 那我們繼續 Check 一下剩下的性質 那我們要 Check 一下的是 G 零 G 零 就是監核另一個所學 Tunity 那我們要就是要把 A star B 刮虎起來 再 star C 然後跟我的 A star 然後刮虎 B star C 這兩個值來做比較 那我就用定義把它給展開而已 那 A star B 是什麼? 就是 A B 加 A 加 B OK 那 star C 然後繼續 這邊是大的運算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乘以 C 然後再加上這個 再加上這個 OK 然後就把 B star 撐進去 我們算出來 實際上是 刮虎 A star B 刮虎是大 C 算出來的結果是 A B C 加 A C 加 B C 加 A B C 然後加 A B C 那我們同樣的來計算是 這一個 這個 這個值 那 所以我們先做外面的那一層 A star B 刮虎 A star B 刮虎 B star C 我們就是說 A乘以 B star C 然後再加 A 再加上 B star C 然後繼續展開 繼續展開 這樣會長 那你會發現 我們這樣子一路做下來的話 這兩個實際上是相等的 OK 就是這一個跟這個實際上相等 所以我們可以結合對付 好 那再過來的話 我們要確定這個 group 它有 identity OK 那所以要 identity 我們就是要找到一個元素 一一都在區域裡面 那使得 E star X 會等的 X star 1 會等的X 對所有的X都在區域裡面 那我們用定義來算好了 我們用定義來算 E star X 實際上會是 X star 1 都會等的這件事情 X 乘以1 加上X 加上1 因為我們知道 時數的加法跟乘法都有交換率的 我們這邊有 偷偷路用到這件事情 所以要讓它等X 然後我們就 把這兩個X消掉 我們要解釋 X 1加1 要等於0 然後這樣子把它更平起來 1乘以X加1要等於0 那我們知道 我們假設是 提設是 X十度在區域 所以是 X不等X 所以這是 不等於0 所以這個不等於0 E一定會為0 所以這個0 實際上就是 我們這個 這個group的identity 這樣就找到了identity 好 那最後面呢 我們要來找 對任何一個元素 我要找到它的inverse 所以的話 要 given 任何元素加X 我要找到inverse 我們把這個inverse的名字 叫做y 那是X十大5 y要等於1 那當然會等於 y十大X 如果我們不知道 這兩個字會一樣的 我們把它也長開來 所以是X十大5 實際上是 xy加x加y等於1 那我們 因為我們要解y嘛 我們就 這樣子我們並起來 y y5乘x的x加1 加x2等於0 然後一解的話 y實際上是這個值 那解到這邊的話呢 讓請你注意 我最後面一定要check的是 我的y還會錄在我的g裡面 所以要check y要錄在g 也就是說 y要不等我負1 那要是y等於負1 那要是y等於負1的時候怎麼辦呢 就是負1會等於負X出的X加1 那負消掉 然後把負 把X加1搬過 你會等到X會等於 X加1會等於X 也就是把X消掉的話 你會等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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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是矛盾的 所以的話 這個假設是錯的 也這樣子假設是錯的的話 就是y就不會等於負1 這樣子就check完 最後一個我們該check的 y這個算出來的iverse 確實是屬於g裡面 那這樣子我們就 證明了 我們定義的這個結構 它確實是個group 好 好